快进来吧 不用了 我来找你 是为了把钱还给你 谢谢你帮我交的房租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没用过你的钱 既然已经分手了 我更不能用你的钱了 苏简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我黄凯迪对你是一心一意的 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希望我们能好 我给你买花 我给你公司的人订饭 我都是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是 上次我约你见我父母那件事 是我不对 还有我小姨的事 但这些事都不是我故意的 行了 我们之间就别说 故不故意的了 说到底 我们俩就不是一种人 我不怪你 也不怪你家里人 只是我希望 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 再这么下去 我都快被公司开除了 开除了就开除了呗 你那破工作根本就不值得干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就要跟我在一块儿 你根本就不需要工作了 黄凯迪你又来了 我不想再跟你 讨论这些问题 这是你帮我交的 三个月的房租 我现在还给你 我们俩就算两清了 不是 我这就 不是 苏姐 苏姐 这几个人就拿这把 放个手 怎么又是你啊 你怎么都自吹到家里来了 是不是 不 你不用跟我说 你是来要钱的吧 苏姐她不是 什么不是 这是什么 她跟满地多少钱 你说这是不是你的钱 这 温小姐 你放一百个心 我跟黄凯迪已经分手了 我不会惦记你们家的钱 从今往后 你们过你们的富豪生活 我做我的普通百姓 苏姐 苏姐 放开 有点出息行不行啊 你让她走 爸 妈 苏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呢 什么不是那样的人呀 眼见为实 你爸妈刚才都看见她 是什么样的人了 是啊 你要找女朋友 也要找一个知书达理 温柔贤惠的吧 那样的女孩子 你跟她在一起 我们怎么能放心呢 不是 妈 这个苏姐不要说了 我和你妈都不会同意 你跟她苏姐的 我们这次回来 真要跟你说呢 我和你爸爸 给你选择了一个 不错的女孩 她爸爸是我们 在美国的老朋友 明天 你们就可以去见一见 你会不会去见一遍